Hello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焦焦 今天我們突發出片的原因是因為PK井被捕 昨天抓了那一位八婆 很開心到我睡不著 誰是PK井 鄭麗瓊 中西區議會主席 昨天凌晨發生的 我們就說說 今天會說兩件事 第一是說PK井被捕 第二是說許智峰 大家走漏眼 其實除了PK井之外 許智峰也是犯了同一個錯誤 我們等下會和大家講解一下 在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會和大家輕輕鬆鬆找真相 我們說一下 PK井被捕 事源因為他違反法庭禁制令 所以硬膠膠 其實這個法庭禁制令 是說明不可以建立警員底 沒錯 但是這個PK井 公然把警察的身份 分享到Facebook 所以他還有應得 昨晚凌晨被警察捕捕 將他拘捕 他身為一個區議會主席 帶頭犯法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要帶頭犯法才能選擇 你便知道現在香港很慘 變成一個犯法的都市 其實這些事情是黑記做出來的 那些文宣做出來的 違法達義 現在全部人都看過文宣之後 覺得自己的犯法 很帥氣 而且他們覺得自己是被迫害 幻想被迫害 其實就是黑記做到的氣氛 就是現在你們沒有民主自由 你們要出來反抗 你們就算犯法也好 你們只不過是想伸張正義 去有一個更好的社會 沒有民主自由 為何這麼多人回來香港 所以還不是說 他們被毒媒洗了臉腦 但其實他們骨子裡 是知道自己有民主自由 如果他們不知道自己有民主自由 為何利用現在的自由去破壞社會 其實他們根本知道 只不過是他們被毒媒洗了他們的腦 我們好像每次都要說一次 每次都要說一次 不可以讓他們停 好了 講一下 其實PK警被捕是因為違反了法庭禁制令 其實還有一個人我們疏忽 那個叫做許智峰 我們看看 許智峰在她的Facebook上 就是這樣說的 大家看看 她說 緝拿電單車撞人警員身份 還要是懸紅20萬 我這裡有一點問題 電單車撞人? 她有沒有看過這條片? 交通警員完全不是在撞人 她是在暴動的場合 駕著電單車 驅趕你們那群憤腸 有什麼問題? 他們是這樣的 我真的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是這樣的 警察去驅趕他們 她又說警察是黑警 又不見她開車撞我 對嗎? 無端端不會撞我 你那群憤腸在那裡 搞搞鎮在暴動 他們都不是撞你 他們是驅趕你 你知道他們是歪理 他們就把事實暴動的現場 就不說了 只是說警察去撞人 這是第一個點 這件事上面 我有一個比喻想說一下 好 其實每一件事都會有前因和後果 假設現在有一個人 侵犯一個女孩 那女孩很自然就會反抗 可能一下子就把她扯進去 把她扯進去 把她扯進去 然後她反過來 我現在要懸紅女孩 我要揭穿她的身分 然後告她雙人罪 襲擊我 你不說一下你之前侵犯過女孩 是的 他們就是這樣 他們就是歪理 好了 他們除了這件事歪理之外 還有第二點 就是看下 他寫著 緝拿電單車撞人警員身分 懸紅二十萬 其實他現在公然給二十萬人 起警察底 可以這樣做嗎 不是說有這麼制令嗎 是的 所以他現在懸紅二十萬人 讓人去建警察底 是的 那麼他下面還要好笑 大家看看 下面有領賞條件 他的領賞條件 其實跟他一開始 大大隻字 說懸紅二十萬人 起警察底 是有不同的 他呢 下面就寫了 領賞條件 是可協助該名警員定罪 嗯 是的 那麼我想問 你起警員底 如果那個人 他提供警員的身份給你 他只是一個提供者 他怎麼可以令到這個警員定罪呢 所以其實呢 他根本呢 是用領賞條件 去包裝做到 下面這個 私人檢控的效果 其實 他不是想私人檢控 你只是看他 紅色的大大的 一隻雞腿那麼大的字 就是說明 其實他 說穿了 即是說 我現在要給二十萬 起警員底 其實就是這樣 不過他不是直接寫 二十萬起警員底 他是寫 藏人警員身份 懸紅二十萬 他只不過 寫字的形式不同了 但事實上 他是公然給錢 起警察底 嗯 是的 其實可以抓到 是的 而他的領賞條件 其實只不過 是包裝到 讓人覺得 這是私人檢控 但並不是起底 他其實是做了固惑的 做了固惑 還有他的領賞條件 還有另一個固惑位 在哪裏呢 其實也是一個走數位 是的 我們剛才和焦焦 逐個逐個研究 他怎麼走數呢 第一 可協助該名警員定罪 所有人都知道 沒有一個人可以協助到警員定罪 是的 其實是你起底 起底 還要入罪 才可以拿到錢 這樣的意思 是的 還有他這個1234點 如果我這樣自免的理解 這1234點 應該是硬的關係 及的關係 即是要符合這四點 不是外的關係 不是其中一點符合 還有第二 須律師團隊 確認為可信證人 第三 須提供該名警員的全名及身份 這個就是起底 但是他就包裝到私人檢控 因為他還要符合這麼多條件 才有錢 然後就是 還要並指出與該名警員的關係 如果我和警員是沒有關係的 那能否拿到錢 能否拿到錢 拿不到 譬如我不認識的警員 還有他還要你上庭 如果就這樣看字面的意思 還要願意宣誓並簽下書面誓 公開自己全名 其實他就是用這四個條件 去包裝令人覺得他是私人檢控 但是除了包裝到私人檢控之外 還要是不可能達到的 不過其實我覺得 他這些圓洪起警員底 是否真的圓洪可以起到警員底 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覺得他是想做一個風氣 那是什麼風氣 就是藐視法庭的風氣 違反這個所有香港法例的風氣 現在其實怎樣香港的治安變得那麼差 其實說真的最主要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市民的守法意識變得很薄弱 他們覺得在香港已經不需要忠守任何法律 所以治安變得很差很差 而這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群這樣的人 還有黑忌 不停鼓勵人的犯法 還有這個人是為了錢的 為什麼他要懸紅呢 我又給第二個許智峰出的帖給你看 他就說公民起訴抗警部眾籌目標是330萬 即是說明了 其實他就是為了錢 我籌得那330萬 我一定要交代給別人聽 我這330萬來做什麼 所以他就出過20萬 起底這個帖 就是告訴你這群人 20萬起底還籌33萬 330萬 那20萬還可以走了 這些生意挺好賺 其實他只不過是想交代給你那群捐錢的人聽 我收你330萬而已 我真的有工作的 因為我會把20萬出來去起警察底 香港看來好像也沒有我們這些人 我們為了自己想追求的爭相 我們還要勃心勃命 你還想想 有沒有曾經試過建制派的議員去眾籌 沒有 沒有的 你又不見建制派的議員去眾籌 去做某一件事 有 所以就是說 他其實就是為了眾籌 然後交代給別人聽 我有用20萬去懸紅 但是還要把條件放進去 是你拿不到錢的 還要包裝 包裝到私人檢控 想去逃避法律責任 好了 那我們做什麼補充 沒有什麼補充 但是看得出他們那群傳媒都是賤人 好了 還有 許智峯 你不要以為你很得戚 因為其實 你那個帖 是寫明的 是說 圓紅二十萬 緩拿電單車 撞人警員身份 就是說 其實你現在是給錢人 建造警察底 好了 看那條八婆判多少 我覺得 她判了有個先例 就可以慢慢抓 希望 總之 大家 不可以漠視法律 要守法 還有你建造警察底 你不出來犯法 別人就不拘捕你了 誰先犯法 誰先破壞香港 警察一定會執法 別人執法 你又不滿意 要起底 我想全世界都沒有 好像香港的人這麼刁民 香港最多劣質的人走出來 對 自己做錯了 被人抓 還要去建造警察底 我想全世界沒有 香港的地方 市民是這麼劣質 野蠻 這麼惡 我猜 不過這個劣質 我覺得都是黑記做出來 其實 我一直都覺得 香港所有問題 都是黑記做出來 是啊 就是獨國 讀過九幾年的時候 洗了一群人的腦 這群人長大了 就是現在的老師 現在的律師 現在的各行各業的人 都有在九十年代 被人洗了腦出來的人 剛剛有線才有黑記被人解僱 總之就是 讀過和害了整個香港 好了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講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下次再跟大家 輕輕鬆鬆找真相 拜拜 拜拜